清除 清除什么呢 清除VBA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有东西 我要把它清除掉 那我清除的方法的话 再来字太小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这个字把它放大一点点 看起来比较舒服 大概12号字吧 好 那我第一个就是回圈范围 for i 等于 所以你就回圈 for i 就是一个变数 指的是列 哪一列呢 第二列 到第七列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AS 那它会在二列到七列 去做这个改变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它清除好了 哪一个要清除 Sales 这个都固定的 反正Sales就指的是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第i 一个储存格 就是第二列开始 逗点 第几栏呢 那我要清的是H栏 所以你打一个H 等于什么呢 没有东西 这个就是表示说 按下去 它会自动帮我清空 那把这个范围 也许你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下面 那其实你当然 你可以插入那个程序 不过有些结构是一样的 你可以用复制的方法 那我们再来怎么样 再来撰写说我要的东西 这个把它改成成G 好了 好也许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复制贴上 成G 那这个成G 那这个成G里面的话 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成G抓过来判断 如果它里面的成G 假设我们先判断合格不合格 就好了 那撰写的方法 回圈范围是一样的 差别是在哪里呢 差别在中间这里 Enter一下 那我的习惯打个TAB 就是下一阶的意思 什么 那再来就做逻辑判断 特别注意哦 在VBA里面今天要学的最重要就是 如果VBA里面有逻辑判断 该怎么做 第一个一样打一个F 不过在VBA里面要加空白键 有点像好像你英文单字 跟英文单字中间要加空白一样 如果什么呢 你要看这上面 如果这个成绩 所以你把这个抓过来 怎么抓呢 Sales加一个I I指的是先从二嘛 哪一列 第一列 第一列里面的成绩先抓过来 那判断式是大于等于60 写法跟那个刚刚在Excel里面差不多 空一格Zen VBA里面的叙述是这样子 If 空一格逻辑 再空一格Zen Enter两下 打一个else else的意思是反词 如果上面这个空白是 如果是大于等于60是做什么事 else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If 它的结构一定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它一定是If 什么逻辑 Zen Zen下面这个就是发生的状况 那我把这一行 拖拉到这边按个Tab键 为什么呢 就是我要在这边 输出到H栏里面 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合格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合格 所以在这边打一个合格 那反之的话就打在反之下面 反之那我习惯这样 把这个复制按Ctrl键 再把它改个步就可以了 写完了 OK 所以慢慢你要习惯了 这个有一点也很像 你在跟那个Excel对话 然后你命令它去帮你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命令之前 你要懂得命令语言 不然它不知道该怎么做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执行了 直接按这边执行 有不要放这一个Sub里面执行 它会帮你输出到H 有没有 H合格不合格 OK 这样的话很快就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边 清除的话就在这边清除 OK 不过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那做完之后当然要产生按钮 所以要产生按钮的话 一样你可以直接在切 这边这两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切到这边插入 表单控制项里面的按钮 拖拉一下 大小你自己去调整 先找一个成绩 复制一下 因为可以少打两个字 然后把这边的话呢 直接贴上 成绩这个按钮就有了 再来 再来就是清除 那一样的方法 你就是在这边插入一个 比一样的表单控制项 然后再把它拉一下 清除 OK 把它复制一下 就是指向那个清除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成绩 清除 OK 那可是做完之后 诶 再来等一下再来看 如果说我今天呢 不是只有两重逻辑 而是要多重逻辑 Ecell里面是这样做 可是VBA怎么做 好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 记得哦 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插入模组 一定要有一个模组 然后再插入一个程序 把这些加进去就OK 那这些程式嘛 在云端上都有了 如果你一下子记不太 那么多的话 没关系 你就复制先贴上 然后做两个按钮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如果你熟练之后的话 这个应该都是差不多流程 差不多流程 那有一些可能结构一下 没办法打出那么 那么多的程式嘛 没关系 你可以先从云端上 先复制贴上吧 至少可以跑得出来 那可以work之后的话呢 你再试着做一些 自己把一些重要的部分删除了 再做练习就可以 可以啊